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我回到正题 好不好 我要讲的是一个没有十字架的教会 你说有啊 我们有十字架 我讲的不是用木头做 用七上七的十字架 我是精神上 愿意在上帝的旨意中间受苦的这种树林的十字架 什么叫做被十字架跟随主呢 如果你要写一个定义的话 我告诉你 造上帝的旨意受苦 这个苦就叫做十字架 大家说 造上帝的旨意受苦 这个苦就叫做十字架 十字架不是物责的 十字架不是形色的 十字架不是花样 十字架是因神的旨意 受神要我们担负的责任 所带来的痛苦 这个叫做十字架 对于某某人来说 十字架就是养七八个孩子 因为上帝给他生了这么多 他一定要把他养大 所以这个痛苦就是他的十字架 对另外一个人来说 十字架就是因为传福音 受回教徒攻击 每天在困难中间 可能被杀 可能被监禁 可能被堕取自由 对这个人来说 毁教徒的攻击就是他的十字架 所以十字架你不能强解他字面的意思 不能用外面的形式 是代表真正圣经的意义 十字架就是因神执意 为上帝受的苦 这个叫做十字架 用这个总原则来处理的时候 那就很灵活了